陳志全議員 但是那些議員同事一人間又會投贊成票的 有議員批評梁振英的施政報告,沒有事多,委員會多 對不起 在反性傾向歧視問題上是沒有立法,也沒有委員會 連原本有的諮詢都沒有 如果不是之前打算有諮詢,之後肅殺 梁振英為什麼要寫這麼大段文章出來解釋不諮詢的原因 人民力量叫政府派一萬元 你會不會在施政報告上寫一段文章去解釋為什麼不派呢? 有本事你就整段一百三副一段刪了它 不諮詢的原因兩個字都說了 難搞 施政報告上說 社會上對此課題 有強烈的不同看法 政府明白 這是一個極負爭議性的課題 必須審慎處理 什麼叫有強烈的不同看法? 教壞小孩什麼中文來的? 有嚴重分歧是吧? 有強烈的不同看法 房屋 教育 勞工 福利政策 請問哪一樣 不是極負爭議性? 哪一樣 不是有 不同看法 福利政報告的第七十段 他是這樣寫的 他說 要抉擇 就要有勇氣 要果斷 但是社會不會有百分之百的共識 我們不能 也不應 等待百分百共識 為什麽 在土地發展上 梁振英可以移山填海 大興土木 甚至是毀穿奪地 但是在 反性傾向歧視立法 的諮詢上面 一遇到反對聲音 就退縮 本來打算進行的諮詢計劃 都被消滅 梁振英說要集中處理 是房屋 和扶貧的問題 所以 這個諮詢呢 對不起了 不攪住 這個更加荒謬 三思十一局 各司其職 房屋的 有發展局 運房局 扶貧的 有勞福局 還有政務司司長 統領的扶貧委員會 那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怎樣 放大價 不用做 不用出糧 不如這樣 解散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劉剛華副局長應該調去勞福局那裡做副局長 譚治元局長呢 調去運房局也好 發展局也好 如果不想做的 那在財政預算案 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撥款那裡 那大家就把它刪掉了 即是收工 不用做 沒有立法 沒有諮詢 那政府做什麼呢 政府說 他承諾 致力 遵從消除性傾向歧視 僱傭實務守則 希望做到一個帶頭作用 繼而向公私營機構那裡推廣 但是 事實又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看一個很小的例子就知道 政府是無心這樣做 當有同志團體就加暴條例 要求有代表 加入關注暴力工作小組 要求了很久 社會福利處 是斷言拒絕 他們自己 又說不是很懂得 同性戀朋友 不同性戀愛朋友的問題 但是又不讓人加入這些工作小組 但是口頭就說可以接受意見 問他拿數字 他又說問人的時候 沒有問人家暴的伴侶 是男還是女 那又搞笑了 如果那個女人進去那些庇護中心 然後他的伴侶又是女人 你都不知道的 那那個女人又進去繼續追打他 那你怎麼去輔導 怎麼去做 是不是真心關注同志的權益呢 平機會在平等機會意識公眾意見調查2012報告之中指 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公眾人士 認為香港性傾向歧視情況嚴重 在報告指 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是其中一項 要優先處理的未來平等機會工作 政府需要開展全面諮詢工作 了解公眾對性傾向 反歧視條例立法的意見 是要求進行諮詢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民呼籲 世界各地採取措施 停止對同性戀、相性戀 和跨性別人士的歧視 聯合國是多次提問我們的特區政府 喂 你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的計劃 和時間表 現在是怎樣 我們的政府是怎樣回答 在現階段 自我規管和教育 相對於立法 是處理歧視的最適當方法 這次輪到律政司和立法會可以收工了 可以休息 只是教育和自我規管就可以了 奧巴馬在就職演說 我們的旅程不算完成 除非對同性戀者 在法律之下獲得同樣對待 如果我們真是生而平等 我們對彼此付出的愛 必定都是平等 我不會將梁振英和奧巴馬去比 沒有得比 我亦不會將香港和美國去比 因為真是不同 我們今天爭取的不是特權 甚至乎 連平權都不是 我們在爭取的 只不過是就聖傾向歧視條例 立法 展開諮詢工作 今天我們好像在辯論著施政報告的致謝動議 如果要我多謝梁振英的話 或者我要多得他 多得他在臨門一腳的時候 抽起了聖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諮詢 我們在眼前 好似失去了諮詢 但我們得到的 是從未如此那麼多人 不分中港台 和世界各地 不分性別 種族 藍籍 走出來 撐同志 反歧視 這條路 仍然是很遠 我們仍然會勇往直前 多謝所有 支持同志平權運動 歷史上曾經為運動付出過的所有人 還有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